路邊一間蘭花農場 半夜九點多陷入火海 不斷傳出爆炸聲響 烈焰火光炸亮夜空 沒想到原命男子 居然還想衝進農場裡面拿東西 原來他是業者的兒子 被警方當場管束壓制在地 颱風夜農場共有15平面積燒毀 由於裡頭存放亮夜劑等容器 加上風勢助長 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台中神高同樣獲身發威 一間塑膠工廠 萬間傳出火警意外 濃濃黑煙直竄天際 強風助長火蛇吹起黑煙 警銷人員一時之間也無法靠近火源 只能遠遠涉水灌咒 塑膠工廠裡面有很多塑膠 所以才會表示說 現在這個廠房燃燒很多 煩煙我就等於對面燒起來 出來 要出來 很快出來 工廠延燒面積大約2000平方公尺 所幸因為颱風停搬裡面沒人 沒有造成傷亡 颱風夜風雨災情又接連火警 實在是雪上加霜 記者中生嫌還就是王石凱 苗栗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陳俊根 從踩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